這首小號協奏曲是由胡麥爾所作的 他是生於匈牙利的奧地利鋼琴家兼作曲家 胡麥爾在音樂上最大貢獻是以鋼琴家的身份 確定了維也納樂派的典型演奏法 蘇國樂和蕭芳等人多少萬大的影響 胡麥爾作品超過三百多首 除了交響曲、交響詩之外幾乎涵蓋了所有領域 他也是繼海論之後為埃斯特哈吉的宮廷樂者 由於他對小號演奏家魏定格改良後的按鍵式小號非常感興趣 於是他量身訂做了這首將一大調小號協奏曲 並且在1月1號的宮廷首演音樂會上演出 這首小號節奏曲是以快、慢、快的節奏補寫 第一樂章的快板雄壯威武 小號嘹亮的音色立刻抓住聽眾的耳朵 第二樂章在三顏音的伴奏下 小號唱著抒情的曲調 第三樂章的人選曲半音階和快速音曲的變換 讓人眼花流浪 胡邁爾的將一調小號協奏曲和海盾的小號協奏曲風格相似 不過演奏器條卻比較難一些 胡邁爾似乎藉此像海盾覆別的苗頭 據說當初魏定格還修改了一部分的樂譜 才能適應樂譜的性能 即使胡邁爾大部分的作品都被淡忘 但是這首曲子至今仍然是小號演奏家 樂於挑戰的曲目 接下來我們就歡迎獨奏者許作霖 為我們演出小號節奏曲 拍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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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